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百科的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吊蓝的怎么修剪 其实吊蓝呢 平时不怎么需要修剪 如果你看到 它有黄色的叶片 霸黄的叶片比如说这种它底部有 干黄的叶片 就给它摘掉就可以了 不影响美观 而且不影响盆面的那个盆土的透气 把它摘掉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比如说 它出现大面积的黄叶 出现了 而且大面积的干尖大面积的黄叶 枝叶倒幅啊 折断呀不美观的 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 下狠手给它从 旁边的 5厘米以上给它咔咔咔 像剃头一样全剪掉 剃成一个小光头 这样呢它不好的叶片剪掉了 发出来的新叶片 都是那种非常脆类的 非常健康的叶片 这颗就是我之前剪过的 大概半年之前剪的 你看它现在的叶片多么的健康 多么的宽 多么的犹豫 第三种情况啊 比如说吊蓝抽出一些匍匐镜 它的匍匐镜上 会长出这种小吊蓝 小小的吊蓝 如果你嫌那种吊蓝不好看 很杂乱 可以把那些匍匐镜 都齐个去剪掉 那些匍匐镜剪掉之后呢 就吊蓝就会呈现这种状态 没有那种往下匍匐 往下垂的枝条了 有些人是不喜欢的 那些垂下来的枝条剪掉之后 上面的小吊蓝可以这样扦 这样扦插在土里非常容易活 也可以插在水里 水培特别快 正生长的特别好 这就是吊蓝的修剪呢 其实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 在我们春天 对好给它换一次盆 换牌的时候呢 它的土里啊 可能一些烂根啊 包括一些特别多的那种 粗的水晶根 太多的话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在春天 给它换牌的时候 要给它把根系的烂根修剪掉 然后过多的那种水晶 像小萝卜一样的根系 也剪掉一部分 然后再给它重新上盆 再给它重新消毒 上盆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关于吊蓝修剪的问题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